讓副總統賴清德親自接見 法國國會友台小組的主席博多黑 那他也在會中談到說 他與法國總統馬克宏很親近 馬克宏托他帶口信來 那也帶你來聽最新狀況 可以聽到 博多黑轉述跟馬克宏的關係 他也說馬克宏是表示說 會重新來表達了對台灣人民的友好 那其實法國的方針沒有改變 也類挺台灣維持台海的現狀 那清德則表示說 台灣也非常感謝法國政府 對台海穩定的支持 包括在七大工業國的領袖會議 外長會議 法英與法美雙邊會談 還有法國跟日本 法國跟澳洲22部長會議當中 都公開接觸 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那因為台海的穩定 也攸關印太的和平 也非常需要法國的力量 還請法國未來 能夠給予更多支持